去年做腊肉的时候,就有很多人骂我,说我做的只能叫咸肉,只有湘西烟熏腊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腊肉。 其实呢,不管是婉兰的风干肉,还是江浙的酱油肉,都应该算腊肉,你们说对吗? 第一次看到湘西的烟熏腊肉,说真的,我根本不敢下口。 但是吃了之后,你就知道有多香了,难怪这么多人喜欢,湘西腊肉的自作工艺比较特殊。 是把新鲜的猪肉用盐腌制出血水,在悬空挂起,然后底部烧制新鲜的松柏汁,橘子皮之类的, 长时间的烟熏火鸟,使猪肉表面蒙上一层黑乎乎的烟灰,同时也赋予了猪肉一股淡淡的果木香味。 所以烟熏腊肉,吃起来口感是特别香醇的,不过很多人跟我一样,第一次拿到烟熏腊肉,根本不知道怎么吃。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特别好吃的做法。 首先用温开水,把腊肉清洗干净。 可以用刷子或者清洁球,把表面的烟灰擦洗干净。 然后把腊肉切成大小均匀的薄片,不要切得太厚,薄一点会更好吃,更透亮。 切好放入碗中备用,再准备两个土豆,去皮洗净后切成薄片,然后一片腊肉,一片土豆,像这样子层层叠加。 把它们装盘摆放整齐,多余的土豆片放在盘子中间就可以了。 什么甜料都不用放,直接放入蒸锅,冷水上锅蒸,水开上汽后,再蒸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 这样一份香喷喷的腊肉蒸土豆就做好了。 土豆吸饱了腊肉的油脂,又粉又糯,特别的好吃。 腊肉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烟熏味,越吃越香。 家里来客人,端上这样一盘腊肉土豆,绝对是个硬菜。 如果你还没吃过烟熏腊肉,建议一定要尝试一下。 喜欢吃腊肉的朋友,你就收藏起来,赶紧试试吧。 我是米奇,喜欢记得点赞关注,我们下期见。